南韓當選總統韻石穴的一個外交和國防政策代表團 星期日是抵達華盛頓 準備這個星期與美國官員和致富互動 並且為他下個月上任後 盡快與拜登總統會面鋪路 平壤當局在2月26日和3月4日試射兩枚彈道導彈後 3月24日進行了2017年以來的 首次完整的洲製彈道導彈的測試 導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迅速升級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 北韓還可能沒多久後實施2017年以來的首次核武器的試驗 4月3月9日贏得南韓總統大選將於5月10日宣誓就任 預計半島緊張局勢會進一步升級 他曾說如果北韓似乎已經準備好發動迫在未知的攻擊 先發制人的打擊可能是反擊北韓新型高超音速導彈的唯一途徑 北韓在星期日警告說 如果南韓發動任何危險的軍事行動 好像是先發制人打擊 北韓將會摧毀首爾的主要目標 韻石月呼籲加大南韓軍方的威懾力 包括從美國購買更多的薩德反盜系統 並且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 但同時聲言要尋求建立南韓、北韓 和美國三方的永久對話的渠道 如果能讓你ility傷害更多的薩德反盾 或更多的薩德反盾 或是總共不提神道 至少小雙人的戰盾 至少雙人的牽部 感谢观看